最新的发展就是 台北市的前都发局局长黄景茂 已经因为这个案子 被列为图立罪的被告了 不过呢 他现在500万交保 好有人说 他是因为说出了一些实情 来换交保吗 今天呢 又有媒体在做了独家报导 表示说 这个案件呢 原本是搁置的 但是呢 后来是应小微积极介入 然后呢 就一路的开特例加速通关 媒体的报导指称说呢 黄景茂他警咬 就是时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所交办的 好因此呢 这个许淑华议员他就说 就是由柯文哲下达这个指令啊 紧迫丁人要求官员配合 才会有黄景茂做出这样子草率的决定 好不过呢 这个议员陈又成则是提到了 他在专案小组 有当面问过黄景茂 黄景茂斩钉截铁的表示 没有所谓的当面交办 一切都是按照程序来做处理 好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呢 这个三立的记者 他之前有独家报导说 小省1500省庆金 然后呢 他就指正立立 他说这个消息呢 是他养了金银七年的检掉线 所透露的 而且自己是有非常有信心的 针对这个部分呢 才今天他已经被传唤了 当然媒体观察到 他在这个离开的时候 其实他的脸色是有点凝重的 好只不过呢 我们要来看到 现在这个案子到底是伤到了谁呢 前立委郭正亮 他的说法是 这个案子真的是对赖清德有伤 到最后一定会算到赖清德的头上 因为有民调结果显示 这个柯文哲是否被赖政府政治迫害呢 其实呢 有28.6%的人是表示同意的 好针对在今天呢 检调一直被外界质疑说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侦查不公开 为什么每天都有一些新的讯息透露呢 我们来看到 这个传唤五名记者调查泄密案 北检称 报导跟卷宗诸多不服 而且是绝无泄露侦查内容的 同时呢 他们也请外界别再臆测 捕风捉影的方式 无端的说本署还有侦办团队 有违反侦查不公开的情势 换句话说 他们认为查无实据没有泄密 不能够质疑他们吗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 经过初步查证 报导记者的报导 是依据消息来源的转述 见闻 或者是依据多年的采访的经验 另外呢 记者报导的消息来源 都不是本署 也不是连政署 也不是调查局 也不是法院等等相关的公务人员 好 针对这个部分呢 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 立文杰 您怎么样看 北检在今天约谈了记者 但是最后告诉大家 我们没有泄露侦查的内容 这个第一个我不意外 因为北检当然不会自己跑出来承认说是 如果他们真的是有意泄露的话 那第二个就是说 记者一定是说他要保护消息来源嘛 这个也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基本上你要去查到 记者的消息来源 其实并不简单 是相当的困难 除非呢 你要从记者口中得知很困难 除非你自己去调查 去把如果是从北检泄露出去的 那到底这个 害群之马 然后这个州里头的这颗老鼠石到底是谁 这必须要北检自己在内部的一个调查 那么所以第一个 北检他当然是不承认 但你可以说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记者的 这个被征讯之后的答复 还有北检的判断是说 他的消息来源转述 换句话说他有可能是二手消息 换句话说 北检这边消息出来 并不是直接给这个记者 对不对 中间是二手 甚至于可能三手四手的转述都有可能 那这个东西 所以北检的消息出去 到底是出去了给谁 那又经过了二手三手的传播 这中间的二手三手又是谁 那传到了记者这一边 是不是就有一些 事实上面的一个落差 因为北检的讲法是说 跟我们手中所掌握的 还有卷中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那所谓不一样是 譬如说ATM的700万 是700万跟600多万的差别呢 那这在我们社会的认知 会觉得说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600多万就将近700万嘛 对不对 那有可能在传述的过程当中 就说700万嘛 他不把这个实际具体的数字讲出来 又或者说到银行去查 有银行保险柜加起来两个加起来 现金100万的这件事情 当然这个很有可能不是北检 泄露出去的啦 因为毕竟到银行去调查 哇这个知道的人就很多了 所以可能会传出来的 讯息的管道就很多 但是这中间是所谓的不服 是指的完全的无中生有呢 还是说没有细连细节都一一的相符 这个我们也不得而知 因为发生这件事情从头以来 这个北检都是说不与置评 对于外界这个媒体呢 所报道的沸沸扬扬的 有关于这个北检手中握有什么样的证据 征讯的过程啊等等的 北检都不与置评 所以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可以料到 传讯了这些记者之后 记者一定会感受到一定的压力 但并不代表这些记者会有事 更不代表这些记者会把他们 如果真的在北检里头有限的话 会把他供出来 他不需要他保护新闻来源 那么接下来就是社会大众 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嘛 因为如果这样 北检认为这件事情就结束了的话 恐怕社会大众会觉得 哎呀你就虚晃一招嘛 你就这么简单 就把这些记者叫来 那你也明明知道 这些记者不会老实交代的啊 那你也就算了 你就说我们没有泄露 然后呢记者也说 他们的消息来源 不是直接从北检 所以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吗 感觉好像很难度悠悠之口 那我会觉得北检 应该要更慎重谨慎的 去面对这件事情 因为长期以来 这不是第一届嘛 长期以来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 一直高举的侦察部公开 但是呢每次都有 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导致于这个社会 基本上都认为说这是你们检察官的习惯啊 你们就是喜欢放消息 带风向 有利于你的办案 对不对 大家都是这样子讲的啊 所以光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 我觉得是不够的 那你北检有没有就内部 去做一些自清的动作呢 那你北检内部因为不是 当然不可能是检察官自己本人泄密嘛 对不对 但是经手卷宗的人 可以看到卷宗的人 可以得知卷宗的人一定很多嘛 就是一定有一些人嘛 对不对 那这些你有没有真的彻底的去做 内部的一个调查呢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就是说北检必须更慎重其事啦 否则大家也会觉得说 你也只是做做样子 让大家觉得我查过了 查不到 所以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那好 那如果说真的没有的话 那这些记者是怎么样 真的自己凭空想象 又梦见的 然后呢 还是有谁在背后操作 有政治指令 让你们往这个方向带风向呢 对不对 那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啦 如果今天北检 真的没有卷入其中的话 还有一个可能的消息就是说 可能有什么 有高度政治影响力的人 他从北检这边获得了消息 然后他在辗转告知媒体嘛 就我刚刚说的 中间的这个所谓的二手三手是谁呢 对不对 那这个二手三手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问题之来源嘛 对不对 然后这二手三手在传播的时候 是不是也顺便加油添醋了 顺便告诉媒体说 我希望这个报导的方向是什么 你们反正你们往这方向写就对了 那是谁有心人 在这中间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那这些都应该由谁去调查呢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些记者呢 本来就是用心 拘心叵测 然后呢用意呢也非常的奇怪 你说没有政治带风向 大家也都不信啦 但是呢这也是长期以来 台湾的媒体尤其是绿媒 就一向都是干这种事情啊 这是一个常年的问题 这个社会不能够再纵容这些记者 这样子的 完全没有底线 完全没有界线的 继续干这种 别人做来政治斗争的阴爪 好没有错 其实就像这个不出外界所预料 北姐当然一定会自清 最后就告诉大家 查无实据 绝无泄密 而且还说你们不要再 怀疑我们 不要再妄加揣测了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继续来做讨论 serait真正的 广告之后 BC大半 但柴崎 麻烦 eg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